好,來到9月8日的田麗混合組賽事 深水擺放兩場尾場 第九場三班千二米來地 找一口8號的銀紙 可以看看上季,不過跑得比較少 也要贏過一場,贏過四班千二草地 你看這幅圖國能源的跑法走外跌,不想虧位塞車 當時還有分手 其後,贏過後換道尾二跑那場草地 千二米草地 塞過一塞,夾過一夾 後來告不掉,跑過第三 賽後苗也發火換人 換回國能上去 跑一場千四,不適合腳發不適合 跑輸了沒有一卷 今次立即擺到雷神上去 試貨泥閘給大家看 正常的,可以看看這貨閘 這貨濕泥,前面走掉 是新力寶 他跟著第二位 看不到他是灰馬 但走勢也是正常常的 有八九成狀態 沒有大力折下去 前面新力寶就鬆開,好像走得遠一點 那隻再高分一點 銀紙可以看到,臨過終點 可以留意那隻轉得旺 之後會跑 狀態證明給大家看 沒有問題 這場選擇,最大原因是 換人 莫尼拉要馬十秒 只有這個碼頭 這些碼頭是不敢亂玩的 即使拼不贏也好 三甲一定有比例 拼個戰衣吧 再選擇五號的未影楊飛 放到到尾以上去 上季給大家看過 他勵衝一圈 但經常跑得近贏不到 跑草地 今次變數就是初跑 還有放個硬公騎士 到尾以上去 季前那一貨閘也照看 到尾以上去試 這貨閘未必會是陣上的跑法 因為這貨閘也會放出來 然後拉斯扯一下 馬是有反應 拉斯四八 之後開始推一下 馬都跟平常陣上一樣 都是有反應的 看來開步 可以闊一點 今次換到尾以上去 顏公騎士都說過 希望再能夠散動他的後勁 可以越追越勁 有機會挑戰一下銀子 這貨閘也看過他 狀態一樣是正正常上 八九成水準 在這裡舊跑三甲 配腳挺穩 多個想法給大家想一下 就是銀子是到尾以上次搏失過 前一次搏失過 苗尾得要換人 今次到尾有半餐市馬 撐一下熱門馬 都應該會很硬 再選擇2號的毫比哥 相關證明過 泥地是很出色的 夜來贏過一次 外擋放出來 騎後 過到菊草跑 就證明過不成功 季尾就肯贏了 紅雲大師 那樣叮噹馬頭 這隻馬 鬥心是很好的 可以看他的雜 季初這些馬 最重要是看馬的狀態 都是市集比較重要 看看這個雜 白麵菇那隻 最後200才開始騎 這裡都是按住的 前面那隻已經開始騎 這裡是自動波 走上來 最後鬆一下他的馬 是有反應的 後面那隻叮噹馬頭 最後就贏出這組 繼續展現他的鬥心很強患 但今場少少疑慮 就是初次面對130磅 希望他的泥地性能可以搭救 再看完其他配角 要選的就是 4號好利高 有一檔 讓他看看蝕欣林場 如何跑 嘉連華雜 試得好 草雜 都可以泥地 他過往教了 應該會發揮得更好 再選擇 10號歡樂一身 有超輕磅 但陳嘉希之前試過不行 看看今次有一次經驗 行不行 11號的大紅包 都可以拖一下 腳環馬 醫得好 換個稀威心 上去又要想一下 因為上季尾到尾爾騎 那一場 雖則跑第三 都輸了三個多馬位 試襲都普普通通 今場都是圍繞著 25 8 3隻最重心 8號銀子一定選擇 再拖5號 美影楊飛2號 浩比哥 如果你說四重彩 那些拖鞋 4號 李高 11號 大紅包 超輕磅的10號 歡樂一生